接下來帶你來到 美國加州的長灘 在這裡停靠了一艘 非常豪華的郵輪 叫做馬力皇后號 然而圍繞在這艘船的 不是只有悠久的歷史 還有恐怖的傳說 據說船上有一個房間 B340 不少房客在入住之後 發生了難以解釋的事件 甚至因此死亡 導致這個房間 一度被封印的長達30年之久 更被時代雜誌評選為 全球第六大詭異景點 我們都會失去 船上沒有辦法走 爸爸 我們要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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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我們要回頭嗎 我不會聽到任何人的動作 我不會聽到任何人的動作 2019年發行的電影《鬼船馬力號》 描述一位船長 莫名對一艘古老神祕的船 馬力號特別著迷 當她說服妻子 買下這艘古船 並帶著一家人起航之後 詭異事件 接二連三 在海上發生 這裡有非常非常錯的 我看到的事情 我無法解釋 電影故事不是空穴來風 現實的原型 取材於十大鬼船之稱 馬力賽勒斯特號 不過說到幽靈船 最有名的舊屬被時代雜誌評選為 第六大猛鬼之地的馬力皇后號 其中最引發話題的 是這間沒有門牌的B340號房 B340號房是馬力號 鬧鬼最兇的一個地方 據說曾經有一名男子在房間暴斃 後來就不斷出現離奇的事情 也因為鬧鬼傳聞盛消沉上 最後索性永久上鎖 在封印30年後的2018年 才終於重新開放入住 讓大家體驗超自然現象 不過這房間 真的存在那個看不見的他嗎 讓人驚恐的還不只如此 我覺得這房間是玫瑞空間 也不見了 她在太陽後 身世上的人 是個棵子 她在脖子和一身上 在身上 您可以陷入住 她突然 Ran 太多不可思议的传说 引发大家的好奇心 开放入住的B340后房 尽管一碗药价499美元 对大胆冒险的年轻人来说 确实非常值得 他们带着既期待 又怕受伤害的心情 准备进入传说中的B340号房 太多了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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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开门 是平常的吗 是平常的吗 为什么开门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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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没有 没有机会地把过去流传的鬼故事 写满在房内的柱子上 墙壁还挂着诡异的黑白照片 这是要入住的房客 做好心理准备 还要测试你的胆量 这里确实是一间 惊恐指数爆表的房间 里头甚至准备好通灵板 塔罗牌 以及水晶球等等 这些都是能够跟鬼魂沟通的工具 但更想不到的 还有这个 其中一个成员 吓得直呼上帝 这个血清玛丽 究竟要干嘛 原来浴室墙壁上 印的是一种名文 就是教人如何召唤血清玛丽 也就是说 只要对着镜子 喊三次血清玛丽 女鬼就会出现 不过据说 凌晨三点是所谓的女巫时间 距离凌晨三点 只剩不到十分钟 关掉电灯 黑暗中的B340号房 会发生什么事呢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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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看到複打架了 我看到蜇的阻碍 我又看到蜇打架了 我現在抓了蜇打架了 更適合 我聽到話 你聽到什麼 我自然說 我的天啊 你怎麼在這個廚房 你是在等你 雖然不是 有人吓得赶紧逃了出去 房间里不断传来 慕名声音 却又看不到任何影像 这个夜晚搞得五个人 筋疲力尽 经过45分钟的折磨 他们决定离开 而且永远不会回头 想要走玛丽皇后号上 窥探诡异传闻 是真是假的人不在少数 对于有抓鬼 部落客称号的欧马尔来说 这个自然是不能错过的地点 然而他带着摄影装备 登船记录下探险的过程 看似没有什么异状 但却在他睡梦当中 意外捕捉到不可思议的话 静静的长廊上 明亮却又显得 有点诡诀 欧马尔边走边讲 突然间 怎么回事 没有人的走廊 陆续传来怪声 但此时的欧马尔 却显得平静 或许见怪不怪 也或许不想打扰对方 他继续往另一个甲板前进 走着走着 马力皇后号每一步都是惊吓 每一個地方或角落 充滿讓人毛骨悚然的氛圍 但真正嚇破膽的才正要開始 跟著歐瑪爾的腳步 慢慢走向那間 沒有門號的房間 這就是它正在這裡 我的天啊 你看 他們剪掉了數據 他們不會讓任何人在這間房間 因為多長時間是 人們被刺激了 那晚他們住的是另一間房 就在眾人入夜熟睡時 攝影機拍到了驚人畫面 裡面才能夠映像 那邊還要在哪裡 在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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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你身上 在你身上 镜头拍下 房门竟然自己打开 过两分钟后又合上 究竟这些画面 是部落客动了手脚 还是真的连一实践 不得而知 尽管玛丽皇后号 是全世界最出名的鬼船 但它原本是英国豪华邮轮 在1936年5月起航 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被征召改成运输军舰 没想到在一次航行中 不幸发生了重船意外 夺走了两百多条人命 从此灵异传闻就没有听过 1967年马力号停航改装成高级酒店 一直停泊在美国加州长滩岸边 而业者逆想操作 打上重轨饭店的名号 吸引更多想要试担 或是体验超自然现象的民众 反而赚进了不少钞票 然而种种诡异传闻 越传越盛 是真是假 只能说信者很信了